萧氏7月在农历春节前捐款10万元 透过施工所的社福工艺平台管道 捐赠给花莲市有17个里100个竞品边缘家庭 市长温家贤对于萧雄章董事长长期默默行善 关怀相礼 还连续4年润养花莲市路灯的善行一举 表示高度的肯定与敬佩 曾获第18届十大爱心奖表扬的萧雄章董事长 目前是花莲市公所客家咨询委员会的荣誉主委 也是市政咨询委员 市长温家贤表示 萧董事长除了定期对弱势捐助物资 独资发放三节慰问金 协助乡里平弱家庭占度难关 还连续4年润养花莲市的路灯 善行一举令人敬佩 今天我们要特别谢谢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长期以来对于我们非常多的弱势族群 不论是社福机构也好 或是个人户也好 都长期在做相关的关怀 那也跟花莲市公所合作非常多年 有非常多次 那不只是路灯的任养 那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个公共政策的提出的建言 那在每一年的时候 都会提供给我们花莲市所关怀的自强户 相关十万元的部分 然后给相关的里长去做春节的一个慰问 让这些自强户备感温馨 备感关怀 再次要谢谢萧氏企业有限公司 萧雄章创办人 那我们相信有企业的爱心 跟政府机关的关怀 还有里长的一个关心 让这些关怀户 自强户都能够逐步逐步的 在困境当中来成长 今年过年前夕萧雄章董事长再捐赠十万元 透过施工所工艺平台 转正跟花莲市有十七个里 共一百个弱势家庭 大为发送善款的个里里长 也对萧氏企业表达感谢 因为追比善款可以让未符合社福补助资格 不过生活确实面临困难的边缘户 可以战斗难关 我们谢谢萧氏企业有限公司萧雄章董事长 这么热心公益 帮助我们在这个金牛年 岁末寒春的时候 给每一位需要关怀户 一个红包 即使温暖 可以给里内真正需要的人 来帮助他 谢谢萧董 据徐立群华联市报道 谢谢萧氏企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萧氏企业